來,有一個正整數 用8去除 與2 用9去除會與 3 用16去除會與 又與 用12去除會與多少 問你這個數最小是多少 這個題目跟剛剛那個題目好像很像 可是,你做出來會完全不一樣 你自己看囉 今天這個正整數是不是被關在裡面的 這個人叫做匡匡 被8去除 與幾?2 我現在藍色的這個東西你一定要寫 不然你一定最大公平數最小公平數你都不知道 那匡匡去除以9 與3 匡匡去除以12 與6 好,你說老師啊我知道 以剛剛的寫法那就是把匡匡去減2 匡匡又要去減什麼 匡匡又要去減6 這樣算得出來嗎? 你知道匡匡是誰嗎? 不知道 但是我可以先算出一個觀念 裡面的這個人 裡面的這個人會比8大還是比8小? 比8大 那比8大一定是倍數還是因數? 倍數 所以我們先去找出之前有講出來的一個關鍵字 我們先找出剛剛好的數 我們先找剛剛好的數 好,什麼叫剛剛好的數? 就是8還有一個叫做9 還有一個叫做 他們最小公平數 OK 你聽我講完你就會聽懂了 來,8,9,12 最小公平數喔 第一個用多少 3 沒有共同的沒關係 用3,來老師 3,8 非常好 2,4 4 3,2 再來 2 2,3 1 好,記得最小公平數是不是L都乘起來 乘起來多少 3,2,6,6,2 這裡是12 2,3得6 乘起來 70 2 好 所以72叫剛剛好的數 什麼叫剛剛好? 我再講一遍 老師,72除8會整除 72除以9 整除 72除以12 整除 可是今天的狀況是不是要 魚2、魚3、魚6 魚數有沒有一樣? 沒有 沒有一樣 那魚不一樣 你就思考另外一個思維 叫做什麼? 魚的相反叫做什麼? 不 足 再一遍 魚的相反叫做不 好 欸 魚2 這一個東西叫做不足幾? 6 不足幾? 6 再來 魚3 不足 一個餅乾9塊 一個餅乾9塊 這不足6 這不足6 啊這個呢? 大家都不足6 所以 72是不是剛剛好? 我今天的目的要讓他不足6哦 72 加6會多6 你72塊帶出門剛剛好 我要 我要 我要那個惡作劇啊 我要讓你不夠6塊啊 所以是不是-6 等於多少 66 所以這個數最小是不是66 OK嗎? 好 我們再驗算一次 真的嗎? 第一個 老師 這個66除以8 我們來看一下66除以8 88 好 對不起我先講了 8864 魚2 再來第二個 66除以9 用多少 7 7 9 63 魚幾 再來 66除以12 除以12 對 66除以12 66除以12 幾倍? 5倍是60 魚幾? 魚數 魚數是不是都一樣 所以我可以證明我算的是對的 66 OK嗎? 好 一定要畫這個 超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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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級的